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有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聊啊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哈马斯破坏了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谈今天还得跟大家聊聊前两天拜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给埃及人埋了一个雷啊暗指埃及啊这个导致啊这个人道救援物资运送不到加沙地区啊然后今天埃及的外交部也有所反应啊这两个新闻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人在西亚地区在中东他玩的一个小戏法但是的话咱们归根结底能够看到其实美国人在这片地区他无能为力啊而且能够看到美国其实现在在逆势而为为什么美国人指责哈马斯以及啊美国人甩锅给埃及啊他是一种逆势而为呢今天还得跟大家聊聊 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开始被袭击啊这些事情为什么跟美国逆势而为相关呢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聊啊拜登指责哈马斯破坏了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和谈到底是如何说的 接下来咱们看埃及的外交部对于美国拜登甩锅埃及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如何回应的大家就知道美国人现在到底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招数啊 首先啊这个拜登啊在参与一个啊这个竞选筹款活动时啊说啊巴勒斯坦基金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啊 是为了破坏以色列和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啊然后呢还称啊这是哈马斯啊 然后他们知道啊我将要我拜登将要跟沙特坐下来谈 所以说呢他们不乐见和平的到来 所以说哈马斯豪患这是在干嘛 这个我之前就跟大家聊过美国这玩的就是攻心嘛 然后列解的是谁呢列解的就是啊伊朗跟沙特之间的关系啊 你沙特想要和平 你沙特现在正在跟以色列来谈 对不对 你看看伊朗只支持的这个哈马斯就发动了袭击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伊斯兰世界里边啊这两个大国伊朗和沙特之间啊有矛盾呢 而且呢还把沙特推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对立面 对不对 然后你看看啊沙特跟以色列跟犹太人谈起来了啊 这是有可能要抛弃巴勒斯坦人民 所以说呢 哎这个以色列你们内部有矛盾 你们矛盾非常的大 对不对 这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聊美国一直在巴以问题上玩攻心啊 不仅是在列解沙特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他还啊甩锅给埃及 他还列解啊 这个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一个关系 他还列解法塔赫与哈马斯杰哈德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美国玩的这些攻心的这种手段 其实就是让伊斯兰世界没办法团结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为什么王毅啊 与埃及外长进行通话的时候 特意的强调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要团结 因为只有团结了 大家才会认定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啊 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西亚地区的 他的敌人是谁 其实是美国 其实接下来一系列的新闻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敌人到底是谁了 是美国 而且这也是啊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美国人出乎意料 大家对于这个敌人到底是谁 认识的特别的一个清楚 这也是美国人最恐惧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呢 美国的老拜登现在基本上也不装了 也不使用啊 美国所能够控制的那些媒体造新闻 然后的话称啊 这个伊朗或者说哈马斯豪坏啊 这个沙特正在跟以色列和谈 这种事情都不做了 开始直接的表达 包含拜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 直接提醒啊 这个敌人不是巴勒斯坦人民啊 这个敌人是哈马斯 这个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 这个海外的新媒体 包含台湾的媒体 对于所谓的中东战争 或者说巴以冲突 他又给他换了一个新的名字 变成哈以冲突 或者以哈冲突 也就是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 这是一个典型的裂解的一个手段 你明明就不准确 对不对 什么叫不准确啊 杰哈德也参战了 对不对 杰哈德也跟以色列干起来了 对不对 你怎么不说这个是以杰冲突啊 怎么只是以哈冲突呢 所以说呢 他他想要做什么 真的是啊 有点一目了然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看埃及啊 埃及的外交部啊 对于这个拜登甩锅埃及啊 这个事情到底是如何回应的 首先也是关于啊 这个这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 没有办法啊 去这个埃及 或者说啊 加沙地带的这个拿着第三个国家 拿着其他国家国籍的啊 这些巴勒斯坦人 没办法通过埃及啊 在于加沙的这个口岸 拉法口岸 然后啊能够啊逃避出去啊 这个埃及的外交部说啊 我们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对不对 这跟我们埃及没关系啊 那些拿着其他国家身份的巴勒斯坦人 然后没有办法经拉法拉法口岸啊 然后来到埃及 然后回到他的国家 那个东西跟我埃及没关系 为什么埃及的外交部特意的啊 做了一个这样的新闻 因为因为拜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 之前我就跟大家聊了嘛 他买了一个非常脏的一个招啊 这个物资啊 这个物资没有办法运到这个加沙地区啊 我拜登啊 苦苦的劝说了埃及啊 劝说了跟这个埃及的总统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呀 对不对 埃及总算同意了 总而言之 把埃及打造成一个不接纳难民啊 不允许啊 这个持第三个第三方国家啊 这个身份的这些巴勒斯坦人 经拉法口岸啊 到埃及而且还不允许一大堆的啊 这些物资啊 水粮食药品 这些物资经拉法口岸运到这个加沙地带 啊 好像都是这个埃及有问题 不过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埃及有问题吗 其实是加沙地带通往拉法口岸的那些路全给炸了 而且以色列没有停战呢 对不对 没有停火 没有停火 对不对 那些啊路上啊 从如果说啊 从拉法口岸 然后往 往加沙地带啊 去开往那些车 包含加沙地带往拉法口岸 啊 开过去的车 那都会冒着以色列轰炸的一个风险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些道路没法通畅的啊 开始 就是没办法通畅的运人运物资 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因为以色列没有宣布停火 可是美国人没有强调这些 美国人玩的是什么 猎解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包含现在甩锅给埃及 包含刚才跟大家讲啊 哈马斯是破坏沙特与以色列的核谈 其实某种角度也是把锅摔给了沙特呀 沙特想要跟犹太人和解 沙特想要抛弃巴勒斯坦人呢 就是这种观点往外去扔 对不对 大家就会发现 哎 美国人在干嘛 美国人在见搜搜的啊 然后的话 把巴以的冲突变成什么呢 变成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一个矛盾啊 他其实玩的还是什么 宗教教派的矛盾和人种之间的矛盾 埃及人嘛 对不对 伊朗的波斯人嘛 阿拉伯人嘛 对不对 这是啊 三种人 然后呢 这种族之间有矛盾 你看看他们之间不团结 对不对 埃及埃及 不管这个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沙特啊 沙特想跟犹太人啊 来谈了 所以说哈马斯看不过眼 破坏了这场河谈 对不对 这个沙特人啊 也是啊 他也不想管巴勒斯坦人 对不对 所以沙特人也有问题 所以说啊 只要这种新闻做下去 大家也都知道 美国掌控的海外媒体 这个力量 他确实还在啊 这个世界没有第二份 只有美国有这种实力 对不对 那个嘴是极其的臭啊 可以掌控全世界的媒体 把这种新闻 直接间接暗示的 给他甩出去 甩出去之后 慢慢讨论讨论下去 伊斯兰世界如果有矛盾的话 他首先是教派 其次是人种 对不对啊 啊你沙特 你你阿拉伯人 对不对 阿拉伯人跟美国做生意 跟以色列交往 你们有问题 对不对 我伊朗被他美国 这么制裁好几十年 我波斯人倒大煤 对不对 埃及那边 哎呀 埃及是外人 你看看他根本就不就 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 对不对 埃及这些人 那么有问题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伊斯兰世界内部自己先干起来 那美国就安全了 为什么呢 只要大家不团结 敌人只能认定为以色列 而不是美国 问题是 这些问题的发生的 基本的原因是美国 到现在为止 我还看到了一种舆论 那就是 以色列牵着美国 进入到了这种 这场冲突 大家得知道一件事情 当然了 以色列一定要牵制住美国 牵着美国 做以色列背后的靠山 以色列才能够有决心 有信心 跟阿拉伯世界 跟伊朗 包含跟埃及 发生一些有可能的冲突 对 以色列当然这么去想 但是大家得知道 美国如果自己无所求的话 他凭什么被以色列牵制 对不对 以色列这么几斤几两 美国这个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怎么说 GDP还是第一位的 对不对 你以色列想要牵美国 也没那么的容易 只有美国也有所求的话 以色列 美国才会主动的帮以色列 美国现在的表现 也是在主动的帮以色列 之前跟大家讲了 美国求的是什么 如果说真的是 西亚地区和平了 这个沙特跟以色列 和谈了 沙特跟伊朗 已经和 已经和谈了 对不对 已经互相把手握起来了 那这个西亚地区 就会进入到和平发展状态 那美国怎么办呢 没有国家对于美国有所求了 为什么其他国家对于美国 这个无所求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因为美国失去了什么 高科技行业的地位 这个高科技行业 芯片 芯片行业 对不对 然后包含啊这个量子计算啊 这个超级计算机 包含AI 对不对 包含新能源 这些东西美国占据哪一块 你找不着 对不对 中国新能源行业的全产业链的优势 中国芯片行业 现在生生的被逼出来了 自己的一套 全产业链 对不对 AI工业 AI 中国全世界第一名 然后量子就像你最近出的新闻 大家也都知道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美国在高科技行业 高科技领域失去了它的地位 高科技行业是什么 是未来能够赚大钱的行业 对不对 也就是未来最重要的这些行业 然后的话 那如果啊 世界其他的国家想要发展 他他跟谁合作啊 当然谁有高科技行业 他跟谁合作呀 美国没有了呀 对不对 美国只啊 有需求于别人 可是别人对于美国的需求在飞速的下降 无论是安全上的 还是经济上的 还是高科技上的 美国都失去了自己的地位 安全上的 对不对 安全上的 美国的这个F22跟F35 与中国的歼20的对比 中国未来的F3 歼35对比 对不对 那个水平已经开始出现差距了 包含航母这个问题 福建舰上边的直流电的电子弹射 你看看那个福特号 那个核动力的航母 那就是一个摆设 对不对 你包含中国的导弹的技术 无人机的技术 你美国怎么追呀 现在 所以说呢 无论是在军事还是高科技 还是在经济 经济方面 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差距正在渐渐的拉大 如果说西亚地区进入和平状态 大家想要发展 找谁合作啊 所以说美国未来会在西亚地区越来越不重要 当然美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现在这种行为在西亚地区如何得利呢 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控制石油 而且美国没办法失去西亚 大家得知道这一点 美国真没办法 因为石油 假如未来有了石油人民币 美元怎么办 可能很多东西会说了 美元还美国自己有石油 对不对 美国自己有石油 但是如果说石油使用人民币计价的话 那对于美国来说 那就是美国的末日啊 美国只能成为一个区域上的还不错的一个国家 因为什么 因为大家开始使用人民币来互相的对不对 互相的贸易了 这才是对于美国人来最可怕的 如果说啊 有石油啊 石油跟人民币绑定了 那欧洲怎么办 欧洲现在跟俄罗斯买得到石油天然气吗 欧洲的未来 如果说也开始使用人民币与欧元在石油这一块上啊 互相的交易了 那美国这个美元没人用了 这就要出大问题啊 而且石油还是最基础的工业上的原材料 想要发展自己工业的国家 那如果说来西亚这石油人民币的话 那简直就是出了大乐子了 美国如果控制不了西亚地区 美国自己退回去得了 对不对 所以说美国为了自己的美元的地位 他也得在西亚地区折腾来折腾去啊 这就是美国对于以色列有所求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 如果说以色列 然后各个击破某一些西亚的这些国家 对不对 然后击败了几个了 那美国对于西亚地区的石油 他也也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因为以色列击败了几个国家 如果美国这个时候出来当和尸牢 别打了 别打了 对不对 然后假如说像科威特吧 然后科威特上手了 被以色列干了 假如 然后科威特现在陷入到了 以色列大军压境的一种境地 这个时候美国来了 科威特你想不想让以色列停 想是吧 你那个石油让我控制一下 对不对 然后我帮你去跟以色列去说 对不对 那美国对于西亚的石油 是不是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呢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玩法吗 为什么美国要攻心西亚 对不对 列结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人民 列结哈马斯与法塔赫 列结对不对 这个沙特与伊朗 包含埃及 为什么美国要做这种事情 这样才有利于以色列各个击破吗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美国这个玩法已经很明白 你像拜登都开始直接的出来表达 对不对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去玩 当然也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发展 为了美元的地位 为了美国 对不对 所以说 然后美国现在出现了 这样的一些招数 但是美国这个招数 刚才跟大家讲了 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 大家看的是一个特别清楚 尤其是战场上的表现 这个出乎意料 为什么叫出乎意料 也就是最近 叙利亚与伊拉克 开始攻击 在叙利亚和在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就是说西亚这些伊斯兰教的国家 他们看得很清楚 谁是他最大的敌人 是美国 美国其实反复的在提什么 反复的在提 我不派兵进入战场 说实话 美国派兵打谁 打哈马斯 那就开玩笑了 然后的话 哈马斯是民兵 是游击队 正规军去打游击队 这简直说实话 有点浪费 然后的话 其实大家还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对以色列的一个施压 大家还能看到美国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美国一直在说 告诉以色列 你不要违反国际法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你别进加沙 对于美国而言 以色列进加沙没好处 可是对于以色列而言 进加沙 没准也有点好处 为什么呢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 以色列要占加沙这片地区 不对 不对 因为以色列没有与周边的这些国家为敌 如果说进入加沙 快速的把哈马斯打掉了 然后的话也没有伤害多少老百姓的话 周边这些国家是能忍的 对不对 可是呢 美国一直在说 以色列 你别违反国际法 别造成人道危机 对不对 这是美国一直干的 包含美国也在那强调啊 我美国人道对不对 大家得往加沙运送物资 你说以色列愿意听到这个话吗 当然不愿意 但是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去干 不让以色列进加沙 对不对 只要以色列进加沙了 美国就啊 在后边跟端了端着个刀似的 抵着这个以色列 对你别违反国际法 你别啊 这个造成人道危机 美国这为什么这么去干 以色列去惹其他的国家 对 你要完成我美国的想法呀 你要去干其他的西亚的国家 然后美国才有了机会 怎样控制那些石油啊 对不对 你看看美国现在都快玩白了吧 同学们 可是刚才跟大家讲 西亚这些国家 或者是这些地方那种组织 看得很清楚 西里亚 这个伊拉克攻击美国的军事基地 对不对 那美国怎么办呢 没折 说实话 大家一看吧 美国现在毫无可怜 然后他其实不想成为那个众师之地 可是被迫不得已成为了众师之地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 联合国大会的两次关于巴以局势的这个表决 美国人 我要是美国人 我吓死了 为什么呢 好像背后有一个黑手 那么把美国推成了街上最大街上最亮的那个仔 第一次那个决议是俄罗斯提的 对不对 然后四票反对啊 四票反对啊 这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 四票反对啊 第一次这个决议关于巴以巴以局势的没有通过 然后的话 可是里面最可怕的是 对不对 有两票跑票啊 两票非洲的票啊 弃权 两票非洲的票啊 这个同意啊 同意俄罗斯提供提起来的这个这个这个决议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非洲可不是说啊 大家会跑票的一种情况啊 如果没有背后谁在调节 让美国误以为 非洲这些国家啊 这中间有裂痕 关于巴以的问题 或者说啊 中国的这个阵营啊 中国支持啊 这个巴勒斯坦建国两国方案 这个阵营之间有裂痕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啊 可能就会麻痹大意 为什么呢 他看到了 比如说像非洲这些国家有裂痕的话 第二次表决的时候 美国就不用刻意的啊 压制法国英国日本 你们来投反对票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就不用刻意压制 因为你像非洲这些国家啊 他自己都出现裂痕了 对不对 第二次巴西代表 提出来的这个决议 结果呢 对不对 结果 哇 那就一个清楚啊 对不对 12票通过 只有一票反对 那就是谁 那就是美国呀 美国没有拉着 刻意的往 法国英国日本那施压 你们给我投反对票 不用 因为估计第一次投票的时候 美国人以为 中国这个阵营 或者说支持两国方案 这个阵营 有裂痕 可是第二次显示的 那叫一个团结 对不对 美国啊 这个生生的被造成了什么呢 只有一票否决 拿了一票否决权 对不对 而且呢 美国成为了 确确实实的在支持 以色列那个国家 这玩意才是最可怕的同学们 对不对 然后美国一直以啊 拿这个人道的帽子扣脑袋上 我人道 我支持国际法 结果一道投票的时候 一票否决 12票 12票同意 他一票否决 你看一看吧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表现的 那美国 哎 这样的一个表现 在联合国这个表现 瞬间就就会成为什么 纵失之地啊 原来黑手是你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伊拉克 叙利亚的民兵组织 马上干 美国的军事基地啊 美国的军事基地 被干了 美国如何报复 对不对 美国如果不报复 他们继续干 对不对 美国不报复啊 伊拉克呀 叙利亚的这些民兵组织的话 那没关系啊 那继续打 各个各继续上 然后的话 那就啊 那些民兵组织继续的袭击 美国如果报复 那会怎样 那就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流大海 对不对啊 美国在西亚的军事基地 那口子多了 那就慢慢的 那就慢慢的打 而且是跨国跨区域的 对不对 有伊拉克 有叙利亚 还有黎巴嫩呢 还有哪 还有野门的胡塞武装 对不对 野门的胡塞武装 最近啊 发导弹往以色列去啊 美国的这个军舰啊 给拦下来了 包含一些无人机 对不对 美国干了这个事情 大家就可以看到 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敌人在西亚 这是最可怕的 如果是一个敌人 他可以各个击破 结果你现在看 对不对 然后像伊拉克 叙利亚 包含野门的这些民兵组织 都在把目标定位为美国 美国是最主要的那个目标 这美国还怎么样在西亚单呀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啊 美国这边用来的就是压制伊朗 然后在以色列可以啊 压制西亚这些国家 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 对不对 最好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 然后被啊骂的受不了了 派兵去帮助巴勒斯坦 那以色列上手干掉几个 那如果说啊 这个以色列啊 真的是快速的击败了几个国家 正面战场击败了几个国家的话 美国就可以出来做和事佬 从中控制石油 利用什么呢 利用就是啊 大家停战 以色列别打了 就利用这种形象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大家的目标没有说进攻以色列 反而进攻的是美国 美国现在只能怎么办 继续的裂解 分裂伊斯兰世界吗 啊 这个埃及有问题 埃及啊 这个啊 不想给这个加沙地区运送物资 他连物资都不运 对不对 更不要提啊 让加沙地带的一些难民去埃及了 这个埃及哦 我就不说他好坏了 这是个事实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玩的嘛 这包含什么这个 法塔赫啊 鱼 这个这个哈马斯 包含什么呢 这个伊朗 跟沙特伊朗破坏了 这个啊 哈马斯破坏了啊 沙特与以色列的和谈 美国现在拼命的在做这种新闻 这个拜登自己主动出来做这种新闻 为什么呢 他没有别的招 他只能寄希望伊斯兰世界破裂 互相之间的矛盾加大 他就不会成为那个敌人 对不对 那这个伊斯兰世界的敌人就会变成谁 那沙特的变成伊朗 伊朗变成沙特 对不对啊 哈马斯的敌人变成法塔赫 法塔赫的敌人变成哈马斯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大家看清楚了 所以说呢 美国他能够成功吗 咱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民兵看得很清楚 就干你美国的军事基地 他怎么可能成功呢 对不对 尤其是中国现在的这个表现 对不对 尤其是联合国的决议 多好玩啊 让美国直接向全世界证明 他是幕后黑手 这是其一 对不对 其二 中国在告诉着西亚 告诉着伊斯兰世界啊 大家要团结 包含习近平建 这个虚啊 建这个埃及的这个总理啊 中国支持埃及与阿拉伯世界 解决巴以的冲突 把埃及的位子给他扶正了 对不对 埃及就不会成为伊斯兰世界 或者说啊 加上波斯啊 加上伊朗他们共同指责的那个国家 对不对 埃及被中国扶正了 因为确实在伊斯兰世界里边 埃及好像是独一份 好像就是有点孤孤零零的在旁边 虽然说埃及这个国家不少 之前跟大家说了 这个这个啊 埃及人口也有一亿人呢 但是的话 你要真的是从势力上来讲 阿拉伯世界 对不对 沙特啊 哥维特啊 卡塔尔啊 阿联酋啊 这些国家 有钱有石油 然后的话 你像伊朗这边啊 叙利亚啊 这个伊拉克 对不对 等等等等 他是实业派的这边 他也是个头 埃及 孤零零的在一个角 但是的话 中国把埃及扶正了 埃及也不会啊 被伊斯兰世界顶着骂 因为中国认同埃及 可以跟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国家进行合作呀 所以说美国想玩工心 你玩不下去呀 对不对 其实啊 这是为什么我最开始跟大家讲 就美国他不顺应世界的大势 你不顺应这个大趋势的话 美国自己会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老想靠着一些小手段 重新掌控西亚地区啊 就玩这些啊 小阴谋 小轨迹 归根结底西亚地区不配合美国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原因是你美国没发展了 对不对 西亚地区进入大和解时代 伊朗沙特 包含沙特跟以色列 如果进入到大和解时代 大家要发展的话 那你美国啊 如何给别人发展呢 你美国没有高科技行业了 你没有掌控掌控住哪一个高科技行业的全产业链的优势 对不对 这是美国最大最大那个问题 然后的话 那你说人家要发展的时候 你给不了发展 那人家找谁 只能找中国 可是美国人心不甘情不愿 他只好出这种招 可是你出这种招 是吧 行 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像叙利亚 这个伊拉克 也门 这个黎巴嫩 包含这个巴勒斯坦 对不对 都把你美国当敌人的话 你美国派不派兵啊 你派兵 其实遇到的结果就是阿富汗 对不对 你陷入啊 人民战争的亡羊大海 阿富汗一大堆牵着毛驴的游击队 美国耗不住啊 大家得知道 不是说啊 这个塔利班击败了美国 而是什么呢 美国一直在这个阿富汗待下去的话 附军不发生战争哦 没有什么损耗哦 只附军 大家查一查的军费 一年花多少钱 对不对 你说这个军费 让阿富汗的这些啊 当初啊 配合美国人的临时政府来掏 阿富汗的临时政府没这个钱 他穷 对不对 所以说美国人得自己花这个钱 花不住了呀 对不对 老糟钱 你赚不着钱 那到最后损害的还是美国的国力 所以说美国人走了嘛 从阿富汗地区撤军 那在这个叙利亚 伊拉克 对不对 包含黎巴嫩 这个地方 如果美国真的是要打下去的话 对不对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话 那美国照样啊 赚不着钱 那你又得花钱 其实美国人现在不愿意加入到一场战争 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中美博弈嘛 如果说没有中国 那美国打谁干谁 就是因为有中国 他得顾忌着 他得忌惮着 为什么 因为只要打仗 损害自己的实力 对不对 那损害了自己实力 在中美博弈里边 他必然要占据一个不利的位置 你包含俄乌冲 美国人也不上啊 对不对 早早就说了 我美国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的战场 那你让美国人现在进西亚的战场 他又上不去 他上不去 现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民兵开始干他了 那你说美国在西亚待得下去吗 你视而为只会加速自己从西亚 西亚被干出去啊 到最后还落一个极其恶劣的一种口碑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说他逆势而为 但是咱们看看美国现在这个表现 某种角度来说 是不是挺可怜的 没有任何的出路 对不对 计谋计策 那个小心机啊 的用尽 但是他没用啊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